任何人的一生都只有一次18歲 而我選擇在這時候重新開機 我是Gary 18歲的台北人 3月10我才剛錄取大學 5月10拿到汽機車雙駕照 打工撐下來的錢也足夠我買不少我想要的東西 活了18年終於第一次感覺到所謂的順利 但我選擇在這時候跑到一個沒人認識我 我也不認識任何人的地方生活 我在2017 6月時 獨自一人在台東都蘭打工換水 都蘭位於台11縣是山海之間的一個村落 東林都蘭海灣西靠都蘭深山 這裡的外國人比本地人多不少 幾乎都是因為衝浪而來 也因為如此 本地人的英文水平也是好的嚇人 我沒有遇到任何一位台灣異或亞洲人 是無法用英文和他人交談的 好 小心喔 謝謝 我要一個牛肉漢堡 我要一個牛肉堡 幫你開嗎 好啊 好 謝謝喔 打工換宿在國外十分流行 我在一間民宿間酒吧工作 同事全都是外國人 其中以中西歐和拉丁美洲居多 我是少數中的少數 因為打工換宿的風氣在台灣還不紅 男性換宿者更少 更不用提年紀了 這裡的小幫手大都25上下 我是團體中的老妖 但並沒有集3000寵愛於一聲 給我吹喇叭 給我吹喇叭 要是你喜歡就張開嘴巴 打工換宿不是旅遊 它是旅行 是生活 更是一種學習 我在都蘭的16天中 認識了各個國家各式各樣的人 我和一位玻利維亞的小姐 晚上在酒吧聊天 我手上拿著啤酒 她卻拿熱咖啡 她說晚上喝咖啡在他們國家很常見 我與三位同性戀共識 和他們的生活使我了解到 同性戀和一般人並沒有什麼不同 我甚至會和他們討論理想型 討論今天入宿的南客人 和路過送飲料的小弟如何 欸老闆 欸我要三個西瓜汁 謝謝 謝謝 謝謝喔 義大利的浪漫 德國的穩重 巴塞隆納的熱情 日本的善良 印度的浩克 每次和不同的人交流總會有不同的收穫 台北的親人說我勇敢 但到都蘭我才發現 比我勇敢的人多的是 一位同事雖然是台灣出生 但出生後馬上被領養到荷蘭 活了二十幾年 下定決心要來台灣找親生母親 然而母親卻聚而不見 一位印度的女生聽了朋友的一句話 台灣很美 就下定決心環遊台灣 許多大學剛畢業的外國學子 靠著打工存下的錢 環遊亞洲 他們總是興奮地和我分享來台灣前的故事 並且期待往後的旅途 我愛死他們說故事了 雖然常常因為口音的關係聽不清楚 聽不清楚 現在她是BOSS 她是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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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她是BOSS 我會選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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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她會選擇她 我會選擇她 插 adjusted她 在湊 看到她 marché 她與她 為Viv 妳 來到都蘭越久,我發現我越來越可以掌控自己的時間 以前在台北我們總是被時間追著跑,趕著上課,趕著賺錢 這裡的人總是過著充滿笑容的生活 錢只要賺得剛好,但和朋友寫下的故事要越多越好 旅行最殘忍,但也最美的時刻,總在離別 倒數三天,和我同一掛的幾個國內外朋友開始離開 我一一一和他們送別 當我們和一位巴塞隆納前輩道別時,老闆急著出門 他戴上安全帽,我瞥見他捨不得的眼淚 或許離別就是旅人的宿命吧 有一位同事,在離別前寫下 旅人從不告別,因為只要還活著,就一定會相見 我沒那麼樂觀,我們來自各個國家,說著不同的語言 或許再也不會出現在對方的世界裡了 但,你們依舊會在我的故事中跳躍著 我在6月5號抵達都蘭,在6月20號離開 我不敢說這16天可以改變我的一生 但至少我知道 還沒坐過這麼大的車子 我已經愛上旅行了 來自燈 我還不回家 我已經愛了